说到狙击作战 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陌生 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 或者是游戏 让大家可以接触到这种作战方式 那么在一场成功的狙击作战当中 需要功能强大 精准高效的狙击步枪 需要训练有素 心理强大的狙击手 同时也需要科学严谨 并且经过长期探索的狙击战术 而且还需要 每个国家因为作战环境 和武器装备的不同 他们对狙击战术的理解 都会有些不一样 那么今天的军武林距离 我们就去到俄罗斯 去看看那里的狙击小组 是如何完成作战任务的 在今天的节目中 你将会看到我穿着衣服过河 枪击水果 枪击水果 眉毛受伤 好痛 我的眉毛 狙击步枪威力爆表 而狙击手 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看它是否获真价实 我手握目标图片和位置数据 去执行狙击任务 我要穿过这片森林 去和一位专业狙击手会合 但我完全摸不着头脑 森林里没有网络 我的地图用不了 只能靠树上的青苔 确认位置 真正的狙击手 像电影狙击手里的汤姆贝伦杰 还是滴滴血里的施瓦辛格 反正不是神探飞机头里的金凯瑞 别动 行吧 别在森林里说话 你是我的搭档吗 你是谁啊 他一点都不像狙击手 但他似乎在丛林之中游刃有余 我却并不在行 希望随后我会渐入佳境 我叫迪马 米哈伊尔 米哈伊尔克里莫夫 第45独立警卫空降特种任务团 狙击小队组长 把衣服都脱掉 因为我们要长途跋涉 直达森林沼泽区 不能发出任何噪音 我们别无选择 这药也扔了 在这里没用的 米哈伊尔拿出地青图 取代了我无用的小物件 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防卫 我们在森林边缘会合 现在在这里 要到哪儿去 到这个山丘去 走直线吗 15分钟 不 不能走直线 我们得绕路 为什么 出于安全因素考虑 直线前进 肯定会遇到迎面而来的敌人 这就是他能够悄无声息 摸到作战前线 避开敌人所射的雷区 和人为障碍的原因 要保持低调啊 最重要的是不要挥手 秉惜凝神 我跟着你 对 但要保持安静 在现代战争中 狙击手执行各种任务 武器的选择 根据目标类型和范围 天气条件 缝速 缝项 以及其他因素而定 我们有目前 以及未来狙击步枪的基本模型 都是针对不同任务设计的 小型武器专家会向我们解释 来龙曲曼 你好 你好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类型的步枪 我现在拿着的是一支鸭式自装填狙击步枪 这款步枪最为鲜明的特点 就是这个集成销声器 螺纹剪裁机特种狙击步枪 口径9毫米 重量2.45千克 射速每分钟30到60发 有效射程400米 出塘速度每秒290米 我能拿一下吗 当然 是的 没错 步枪很轻 真想现在就开火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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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子弹全部命中目标 好枪啊 感觉怎么样 虽然属于战士武器 但却给我一种气强的感觉 没有很强的后座力 也没有发出太大的响声 好吧 继续吧 这款枪之后 俄罗斯军方还推出了一种 自动装弹的狙击步枪 闻名于世 这就是传说中的 德拉古诺夫狙击步枪 这款枪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可靠性高 德拉古诺夫狙击步枪 口径7.62毫米 重量4.5千克 射击速度每分钟30发 出塘速度每秒830米 有效射程 8百米 你最好也试试这个 这是一番全新的体验 现在打的才是真正的战士的步枪 后座里惊人 戴着耳机也无济于事 看来我的耳朵得稳稳好几个小时了 不过是把好枪 此外我们还有更现代的东西 交互仿真精度T5000狙击步枪 口径8.68毫米 重量6.2千克 出塘速度每秒930米 有效射程1500米 这是拴动式步枪 旋转后拉式操作 特点非常明显 枪托可以折叠 方便携带 这个也试试吧 你现在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 命中目标 现在这把重量级别 可不同于前面两把 还好步枪由俄罗斯制造 紧跟时代步伐 下一个 这个大家伙是干嘛的 这个呀 一般来说 这种步枪不仅能打击 重要的单体目标 而且能消灭轻型装甲车 坦克 飞机 杀伤大量敌方作战人员 扣得反器材狙击步枪 口径12.7毫米 重量12.5千克 出汤速度能要850米 有效射程2000米 要操作这个旁人大物 我有点紧张 我都没冒 伙计们要用扣得狙击步枪 一定要做好万全准备 身边随时跟着一位专家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沿着弯曲的小路 朝着目标前进 天空也不作美 下雨了 我们浑身都湿透了 但事实证明 这还不是最大的障碍 现在气温是零下20度 雨下个不停 这不就是狙击手的天堂吗 但在台渊上的话 气温会降低到零下50度 当然持枪者应当别乱 枪都没法保证能正中目标 狙击手拿到枪之前 狙击步枪的操作性能 已经在各种极端条件下 经过了测试 这是为了确保武器 在战斗中能可靠运作 夏尔盖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是什么设备 乍一看像是装冰淇淋的冰箱 德拉古诺夫狙击步枪 经过特殊设计 就算在低于零下50摄氏度 环境中也不会失效 我们把布箱放到冰柜里看看 放在冰箱里 经过长时间低温冷冻之后 这把布箱真的还能保留射击能力吗 俄罗斯40%的土地为永久动土 因此在零下50摄氏度的环境中 测试布箱极为合理 冰箱开始运作 我们几个小时之后再来查看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接下来的实验室让我有些惊讶 在我们所处的维度地区 这样的气候条件并不常见 你说说西尔盖 为什么我要穿上这身其中一服 你将进入这个实验室 在布满灰尘的环境中 测试机械的可靠性 室内布满灰尘 这种粉尘是严格标准化 粉尘浓度为每立方米两克 精力尺寸在80到200微米的范围内 含有90%到95%的二氧化硅 这是专为可靠性测试制造的 好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可以进入布满灰尘的实验室了 为我祈祷吧 一进入实验室就会发现 这里能见度几乎为零 瞄准目标纯粹是无机之谈 不过也不需要瞄准 我们的任务是测试步枪 是否还能开火 哈 我觉得自己好像到了萨哈拉沙漠 或者地球上某个沙尘暴肆虐的地方 简直难以置信 在这种极端条件下 步枪仍然能开火 真是太神奇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 武器必须防水的原因 当然 狙击步枪也不例外 这个实验室的运作原理是什么 这里啊 首先 我们要想办法让雨水淋到步枪里面 测试武器的可靠程度 房间里模拟下雨时的情景 雨量严格配极 是每秒5毫米 雨滴直径为2到3毫米 降雨速度是每秒6到7米 好了 现在开始测试吧 坐在长凳上 尽量别弄湿 遵命长官 没错 这大概就是狙击手 在前线等待目标的姿态吧 我们将测试难度略微增加 让雨水淋入墙管内 雨水丝毫没有影响到 这名不虚传的狙击步枪 即使枪管内被雨淋湿了 进水了 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 它依然能够进行直线设计 我们测试了步枪的防水性能 冰冻的德拉古诺夫步枪 也在等待测试 吸尔盖三个小时过去了 步枪冷却到所需的温度了吗 没错 现在步枪温度 是零下50摄氏度 现在我们把它拿出来 检测一下 乍一看 没什么区别吧 我们把步枪拿了出来 到了检测点 它仍然被冰霜覆盖着 零下50摄氏度的金属 对人的皮肤有很大的危害 因此步枪不能接触人体皮肤 我们打开安全阀 看看还能不能射击 这就是德拉古诺夫 狙击步枪 没有擦枪走火 没有任何延误 这就能证明 德拉古诺夫 狙击步枪在温度极低的条件下 仍然能够射击 性能极为可靠 狙击步枪 狙击步枪在极端条件下的射击能力 令人吃惊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技术 所以我们应该去生产 精密狙击步枪的工厂看一看 其中的一个工厂位于莫斯科 你将会看到 制造狙击步枪的整个过程 首先要制作最为复杂的精密元件 那就是枪管 能给我展示一下吗 我手上这根金属管 怎么变成枪管呢 这些特殊的枪管钻床设备 专门用于深钻操作 朝下钻出深孔 孔的长度正好为杆长 这个时候轴心偏离最小 这种钻床的设计很特殊 床体内部带有机油 这个管子是一个通道 能够在钻孔时注入机油 机油可以到达切割区 冲洗糖穴 15分钟之内 机器便能制造四个弓箭 弓箭随后传送到脚刀 此操作必不可少 可以减少粗糙 以及内孔中不规则的结构 这个环节之后 枪管需要过弹线钩槽 这也许是枪管制造过程中 最为复杂的步骤 要通过运用一种 被称为棚架的特殊工具 进行爆屏 一个槽做一个 需要进行80到100次 才能连通所有的槽 这家独一无二的机器 近一吨重 但运行时十分平稳 甚至能够立足硬币 世界上共有五台这样的机器 其中两台在俄罗斯的莫斯科 勾槽完成后 就要在实验室中 检验枪管的质量 怎么才能确定枪管完美无瑕呢 现在我们要检查弹线钩槽 检查弹线钩槽要用到内卡前 将内卡前伸入枪管中 看看情况如何 很好 零 是零 枪管完美无瑕 枪管深度和槽的间距 小于25微米 表面光洁度高达0.16微米 而人类毛发的直径 大约为50微米 但这只是枪管成品 不是完整的步枪 还有很多复杂精细的零件 例如枪膛 螺栓 电斧式仪器等部件 这里没有锯纸状的刀片 你会看到一根 在有电流的铜丝 一旦所有零件准备就绪 就到了最后的组装时刻 这里没有复杂的设备 或笨重的机器 枪械设计师 只能使用手工工具 机密武器的生产 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在这个工厂 所有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 毕竟没有哪个机器人的智慧 能与人类比 穿过森林时 天就快亮了 我并不知道我们要去哪 但突然就到了目的地 拿出你的伪装服 把它穿上 我们现在接近目的地了 因此更加需要隐蔽 我跟着你 爬过去 我准备好了 还不行 你还没有准备好 首先我们得计算所有的数据 例如目标范围 温度和气压等等 这是激光测距仪吗 没错 我们根据得到的数据 调整这个瞄准镜的刻度 使子弹正中目标 调整一下瞄准镜 正在调整 八千分之一 朝左零四 接下遮光照 我来望风 一切准备就绪 我得努力回想目标 长什么样子 几乎一整天了 我已经完全忘了目标的模样 那里我打中了 你是打中了 但打错人了 不过那一枪还是不错的 我真的是有点高兴过头了 是不是黄色那个 现在确定是他了 冷静 我们得悄悄离开 不要跳起来 你说的对 狙击手的任务是击中目标 装甲部队和避难所 都不应该成为执行任务的障碍 狙击武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穿透能力 在我身后 你们能看到一个移动平台 上面挂有一块 10毫米厚的金属板 现在就由我 向你们展示普通子弹 和穿甲弹的区别 扎一看似乎没什么区别 关键是子弹有一个刚心 首先我们来看看 传统的7.62毫米狙击弹 子弹的出塘速度是每秒830米 子弹的重量是10克 现在 我们用同样的出塘速度 发射一发 重量相同 口径相同的穿甲狙击弹 看看结果怎么样 两发子弹看上去差别不大 但在装甲板上 射击的结果却明显不同 传统的狙击子弹 只留下轻微的痕迹 穿甲弹 则打出了一个洞 这是由于 穿甲弹的钢心 是由坚硬的 高强度钢制成的 因此 穿甲弹 具有更好的穿透能力 通过实验 我们看到 7.62毫米 穿甲狙击子弹 能够穿透一块 10毫米厚的 金属板 为了展示 8.68毫米口径的子弹 有什么用处 我们在混击板后 放了一个西班牙西瓜 能不能选一个 更小一点的目标物 你想把难度升级吗 可以啊 子弹速度 接近音速的三倍 普通相机 根本捕捉不到 西瓜破裂瞬间的画面 但你现在 能看到整个详细过程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子弹穿过弹线钩槽 这是开火的标志 因为子弹必须旋转 才能保持直线飞行 穿透混凝板 易如反掌 西瓜瞬间化为碎片 正中红星 在俄罗斯的说法 是正中苹果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 证明自己的射击能力 我是一名真正的狙击手 好了 我们走吧 还得继续爬 像战场一样吗 行吧 狙击手不但要保证 射击的精确度 撤退也要悄无声息 敌人可以通过枪声和闪光 察觉狙击手的位置 如果被发现 狙击手生存的机会 极其渺茫 我们得爬回去 跟来的时候一样 谢谢你米哈尔 今天我明白了 狙击手除了射击精准之外 还要懂很多 开枪前虽然有四次机会 但是要走很长的路 学很多的知识 你的任务结束了 我们走吧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